Hello 我是咪咪 现在是 早上的 8点40分 我现在刚刚从床上趴起来 嗯 现在真的特别丑 现在 嗯 今天打算录一个get ready with me 然后这个是我昨天晚上 拿 埃里小吴的那个燃眉胶染的 然后就是 昨天晚上用的时候因为已经很久没用了 它那个胶稍微有一点点干 然后不知道染出来效果怎么样 我就觉得反正都已经涂上了 就 这么着吧 然后我现在把它戒掉 看一下效果 这个东西吧 挺不实用的我觉得 我染一次 大概只能坚持两三天那种 之后肯定还是要再补 觉得这样的话 最半天记着涂上 还不如我每天随便画两笔眉毛呢 染的倒是还行 染的还长啊 好了 那我就先去洗脸了 然后稍等下见 我飞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护肤 我这个化妆水用的是 这个菊正宗的高保湿化妆水 粉瓶的 这个味道真的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闻 就是那种清酒的味道 每次用的时候 我都好想喝它 超好闻 这个 这个是适合干皮的 然后 它用上之后有一点黏 所以 油皮 应该不会喜欢它 好想喝啊 然后我用QS的这个 这个 日间的油 用个 34D的 这个 按在脸上 你看这个眉毛它洗了一下之后 有点变大了 这个 用这个 Embraceless 反正就是这个 号参法国大宝的 可以当日霜 可以当primer 还可以湿肤的 这个 这个万用东西 这个也是 干皮油好 但是 油皮 应该不会喜欢它 因为它其实有点油 用这么多 就是我用这个霜的时候 我今天就是皮肤没有很干 就还好 然后 我一般是会在 就是抹它的时候 先在这个地方都抹上 就是厚厚的抹上 把刚刚点在这儿都抹在这儿 然后把别的地方都推开 它就是在我的心理动用下 就是它先是把这个地方敷了一下下的 然后再抹开 就感觉 之后 会好一点 不会那么起皮 我 我化妆之前 不太喜欢在脸上 连接在太多的抹肤品质上的话 我是怕后续会搓泥 所以 现在 我就要开始用防晒霜了 我用的是 我用的是B楼的这个 快用完了 接触这么多了 好像说防晒霜如果用的不够多的话 其实起不到这个防晒的效果的 然后我用海绵把它推开 这样的话我不太喜欢 就是推完防晒霜之后 手上那种黏黏的感觉 海绵还是挺方便的 看我的 炸裂的 头毛 好了 让它呈个膜 让开化妆啦 再用这个NYX的遮瑕粉 遮一下 黑眼圈 好 冷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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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两天发现NYX不止在那个drugstore有 然后现在Macy's也有卖了 我前两天在Macy's官网上有看到它 然后还是打八五折 瞬间稍微觉得有点买亏了 然后粉底 这个Wide and Wild 其实我最近用它有点不太喜欢它 我觉得它有点太油了 因为我是不能说是干皮 我是中型偏干的 稍微觉得有点油 就是它的质地我是特别的喜欢 它是刚刚辣块海绵 好吗? 好吗? 然后这个黑眼圈 我要再用遮瑕遮一遍 然后是这个 Fit Me 15号 也是提个亮吧 在纽约的时候特别抖 腰肌他用那个双头的提亮棒 然后他不是特别会用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这样画这样画 这样画 然后你在额头上画一个网 然后他就真的画了一个网 这么单纯的孩子已经没有了 这个眉毛今天还是挺好的 基本上不用画了 就这样 我开始跟你说这块好像要挺长 它画笔用确实还蛮好的 就是可以买一块来试试 但是很难用完的 我这块用了很久很久了 出了这块铁皮 就一直就是这样的 我感觉还能再用两三年 就非常非常非常难用 毕竟鼻有这种东西嘛 就算天天刷 也很难刷完 我觉得 稍微夹一下睫毛 我之前用的那个便携的睫毛夹 被我摔坏了 然后用这一种的 我就再也加不出来以前那样了 而且我上学的时候 一般都不用那个睫毛膏的 因为我懒了回家再用眼泄 再泄一遍 好 然后今天眼影用的是这个 Colourpop的背 BAE 这个 就是很磨性偏光的 但是你别看它深的 我用的时候不会就是 很 很重手的 用手指上妆就好 它这个是紫红色的 应该说是大热色号吧 好了 就是 很好 刘邻子 铺 再加上一下盐味 中化好了 然后眼线我用的是canmake的眼线粉 刷的是sigma的165 要画腮红 腮红用的是这个茜碧小菊蛙 这个是4号plumpo 我最近还蛮喜欢画这种 较高位的腮红 收入更便宜 逃到现时的精拍 银银子 就能吃了 银银蛋 逃到一发 舌头 银银腿 好了 然后顺手修罗 还是这个NYX 不是NYX NYC的 太阳花 我最早的时候去超市 比较困惑 因为我大概知道有牌子是NY什么的 我就逛一圈 NYC 然后再往那边走一走NYX 然后却有点 差不多差不多了 的感觉 高官用的是这个Ethens的Pure Note 涂一下 涂一下涂唇膏 然后 然后我今天口红用这支Color Pop的Bumbo 都杀死了 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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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自己一般画的时候 这个一共花不了10分钟 现在是因为唠嗑有点慢 就是我一般上学的时候眼妆都画得很简单的 就是干色眼影 我随便摸一摸 或者两个颜色画一下打一下底 然后画一下眼尾 这种特别特别简单 然后我从来就是上学基本不涂肩膀膏 因为我懒得歇了 然后我现在去换个衣服 等会儿见 我头发属于那种有点干的 然后我看我朋友种草 在Urban Offeter 买了一瓶这个Multi Use Oil 所以他说可以用在 嗯 头发上 指甲上 还有身体 就味道蛮好闻的 是Pitch Blossom and Mandarin Green Tea 试一下 我还没有用过呢 自己一点点在手上 哎呦 看 哎呦真的好香啊 不用用香水了 哎呦 我这刘好玩够杂着我 哎呦 哎呦 我这刘好玩够杂着我 哎呦 这个口红 它还蛮持久的 就不是很会掉 你看啊 就一点点 就是因为我刚刚用了用唇膏的缘故 如果不用用唇膏的话 它真的很难掉 但是也会干到炸裂 哎呦 我的天哪 刘海儿乱飞 结果衣服都不太会夹刘海儿 不知道要怎么夹 就随便搞一搞吧 就随便搞一搞吧 只要把它镇压住就行了 我的要求并不搞了 然后收拾一下包包就可以上学啦 我一般都会带一个补妆包 然后这个是我的补妆包 里面有什么呢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掉了 哎呦 里面有一根皮筋 然后不说霜 这个棉签 就是补妆的时候擦这个眼睛这个地方的时候用 然后是唇膏 嗯 这个一块粉饼 啊 还有今天用的口红 其实我的花上包里一般都不止一支口红的 因为我每次都往里放 然后每次都忘了拿出来 然后这个包包里面的口红之后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这个包就鼓起来 然后在里面大概攒个四五支五六支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嗯 我的口红怎么少了 然后就把它都掏出来 然后再重新再来一轮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我要去上学啦 拜拜 拜拜